再来看到111年花莲县卫生局感恩院3号在花莲县卫生局会议厅举行 县长徐正伟表扬优秀的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守护花莲人的健康 为了感谢花莲县优良医疗机构、学校、协会、紧急医疗专业人员、社区药师以及保健资工共142位 推动公共卫生业务及协助防疫工作,提升花莲医疗照护品质 花莲县卫生局在11月3号,并且在卫生局大礼堂举办111年花莲县卫生局感恩尤女 齐心同行奉奖典礼,由现场许之后签字表扬 超过百人说要参加共同分享卫生局一年的成果与荣耀 402太鲁格号之后,我们在4月17号,整个太鲁格号事件整个告别室完成以后 开始进入了疫情,疫情开始慢慢的高升 而到5月18号,开始全国宣布,中央宣布三级警戒 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断的一波一波的起来 一直到我们去年下半年,开始不断的口罩 口罩,然后疫苗,打疫苗 然后之后到今年,开始要做我们的视讯 远端的视讯医疗 也是4月14号 对,也是4月14号开始做我们的居家照顾 而4月14号也是正位宣布全中运延赛的日子 所以那一天其实有非常事情同时在发生 同时在进行 所以无论是在工部门,在做很多的工作 其实我们的志工伙伴 各乡镇的卫生所 医事人员 还有乡镇公所村里林长的投入 我想除了行政体系的动员 还有我们志工伙伴的动员 以及我们的民间团体协力 我想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不断地都尽堂 每一个人的努力 卫生区长朱家康表示 从稳定团队到任性团队 感谢欢迎政府支持公共卫生政策 以及各项反应工作 卫生区取取建制完善的医疗招呼体系 促进民众健康 以及营造乐活友善的环境 共创永续发展的幸福花莲 记得终于花车为了